苹果在最新iOS3系统加入了用户期待已久的深色模式 也就是黑色布景主题 和过去的辅助使用里的 智慧型反向不同 除了iOS系统界面 都能以深色主题来显示外 iOS内建APP向形式力 iTunes Store iOS内建议 讯息 地图 App Store 全都能以深色模式来显示 地上方APP如果更新资源按iOS3的话 也能以深色模式来显示 界面 这段影片要跟大家介绍 快速开启深色模式的三种方法 首先 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到设定 标准 螢幕显示与亮度 在上面就有两种外观 你选择 浅色和深色 你点击深色那就 界面就会变成 黑色布景主题 浅色深色 你除了手动开关 你也可以把自动打开 那你就可以设定 它就可以选择说 你是 早上是浅色模式 晚上是深色模式 或是自定排程都可以 第二种方法是滑出控制中心 然后按住亮度 在下方 就能开启深色模式 再通知 在控制中心也能快速开关 还有一种方式是叫Siri来开启 开启深色模式 Siri也可以开启 如果你有设定背景图片的话 你也可以把深色外观位调整 背景图片 这个 按钮打开 让你的 你的桌布 也会跟着那个深色模式来变化 哦